大家好,我是天宇 又买了一套手机支架 这个手机支架和前两次买的最大的区别 这个是防抖的 而且关键价格让人意想不到 今天先给我的525把手机支架装上 每次想骑车还得先搬砖 就是为了防止小区里那些猫咪晚上来睡觉 好羡慕那些地下车库能放摩托车的业主买 我的原车装了一个实码的不防抖的手机支架 这个手机支架稳是非常的稳 但是对手机的摄像头损害非常大 双缸车抖动还略微小一点 尤其是小踏板 那个抖动对摄像头定交的损害太大 其实新换的这个手机支架 从外观看上去和实码的基本一样 只不过它加了后边的防抖单元 安装的过程就非常简单了 新买的这个防抖支架虽然价格便宜 但它还有一个防盗螺丝 话说从某二手平台上能淘到如此性价比的 手机防抖支架 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 虽然它没有什么无线充电功能 但是一想想只花了60多块钱 买到一个防抖支架 并且还有着防抖螺丝 至少我已经很知足了 你们如果喜欢的话 也可以自己去某二手平台搜索一下 非常多的卖家都在卖它 补充一句哈我这个是全新的 别再说我是一个二手男